请你请看,我说你不要担心 我的公司咯,很多奇葩的 其中一个就是这个,摊小便宜男 他什么都要吃,什么都要拿 就算没有吃啊,收着也爽 整天公司pantry一restock 他就把全部零食拿完了 其实那么多零食 他吃得完的咩 我真的是不明白了 另外一个奇葩就是这个女的 他很怕晒 公司的人都叫他吸血鬼 见不得光 下午叫他出去吃饭 他要戴墨镜、帽子、穿jacket 有时还戴两把雨伞 跟他出去吃饭 我觉得我很像经纪人那样 然后这个男的是我们公司的素兰 他反应慢到我都不会讲 他做我们的事情都慢慢拍 不是慢慢拍 多少拍我也不知道 我真的很好奇当初他interview的时候的状况 然后不止这样 他讲话又小声的要死 跟他讲话 我真的觉得有一天我会抱血管 另外一个是这个T恤 你有T恤吗? 每天都会问你有T恤吗? 吃一口骂一次 做Hakami吃饭我真的吃不下 你们以为只有这样 他上厕所才叫经典 他拿那个车子 挖到我都不懂他进去擦鼠 而且重点是 为什么他不要直接拿整卷 另外一个也是肺炎 他是公司的not spoiler 有时候啊我真的不懂他的脑回路是怎样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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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